最近一段时间,延续攻略的火爆程度,看以前一阵的网剧镇魂,甚至还能和很久之前的宫斗剧镇魂转拼上一拼,这大概是于正近几年来最成功的作品了。 剧中的角色不管是招人喜欢的,还是招人喝的都应有尽有,秦兰饰演的傅茶荣因纯洁温暖,温柔善良,潘卓饰演的高贵妃虽做过不少坏事,但是直性子和大白话,却给人很多乐趣。 还有蛇狮们饰演的季后,虽然是很多事情幕后的大包子可是他对皇上的深情让人不得不感动。 此外,剧中不少的反派角色,更是让人汗得牙痒痒,从前与复查皇后情同姐妹的纯会妃,却为得知自己心爱的男人复查妇和爱上他人之后,被贤妃一点斑然醒悟,开始与后宫争宠, 还忘恩负义的掐死了皇后的第三个孩子,还有元春王和尔庭,简直都是坏到了极致,原本与女主为英洛交好,还被英洛尊称一声哥哥的元春王,得知他入宫未飞之后开始黑化,被减心机的陷害他,拉他下马,还到处残害皇上的哀哥公主们,变态到了极致,因为复查妇很喜欢上了为英洛而心生嫉妒的尔庭, 设计陷害女主之后要求傅恒娶她来救英洛,而后百般和英洛作对,立了复查复衡,还残忍地给了痛失爱的变怜绝望的复查容音致命一击, 这个人设真实气的观众都想钻进电视打他,二人因为在剧中太要恨,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才是最般配的,一对儿,干脆在一起吧,可是很多观众不知道的是, 这两位演员在另一部剧中,确实演过夫妻,得知这个事实后观众们都笑了,也算是圆梦了,你们喜欢演习《攻略》里的谁呢? 免责猙獰,文中突片引用之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